My number.relaught 這個地方 會得到什麼呢 My relaught 那這邊的話 我的relaught的這個詞 會點relaught的話 這個詞 傳遞過來 這個relaught的詞 它會觸發 去怎麼樣呢 去觸發裡面的這一個 內部的匿名匿名的 這一個我們就會得到建構子 那建構子裡面沒有傳東西 所以會觸發什麼呢觸發這個地方 會把這個傳遞過來 然後呢會把value 這個100傳進來之後的話 當然會觸發這個 可是問題呢外面也有一個複寫 就是說把這個複寫掉 所以呢有外面 的是 中文的 裡面是英文的那最後呢我們把執行起來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會 因為還是以外層為主 所以我把它執行起來給各位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有沒有 最後執行結果是怎麼樣 是執行到 有沒有 這個是中文的 所以基本上呢 有兩個 get read out 那最後呢 還是會以 這個外層的為主 所以這裡我想這個 這個sample 重點是 主要是 第一個 它不能夠 宣告 所以如果沒有宣告一個 資料行別的話 那我們 跟上一個 九之一之一這個地方是不一樣的 那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如果說 你把這個地方宣告為資料行別的話 做法上又不太 就不是匿名的 那如果是匿名的話 傳遞的方式的話 大概類似像這樣 OK 那這一題我想 等一下 就算了